47歲的高阿錘 15年前因為一場意外 從此癱瘓臥床 原本照顧他的妻子 兩年前也因病過世 現在照顧的重擔 都押在高家二老身上 中秋將至 志工送來祝福 中秋快樂 感謝你 感謝你們 志工關懷高家有七年了 高爸爸從一年前開始捐善款 每回志工來看他們的時候 都會記得要把自己的愛心 再傳出去 關懷要做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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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要做什麼 這次有年來的苦力 才有年來的經驗 大天球 另外一戶 30歲的葉永哉 育有一個重度腦性麻痺的兒子 最近自己也才剛因酒駕 服刑回來 老父親又要進行癌症的化療 一個接一個的難關 讓他悲從中來 人生都是這樣子 關了一扇窗 但是會開了另外一扇窗 有時候就是都不適應了 現在我的心情 已經失望出來比較放鬆了 謝謝 謝謝 志工的安慰給了葉永在Livian 他也相信自己能一一把難關度過 迎接更安定的生活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上錦華 曾美玲福建報導